那么我们今年首先要做好以下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稳住总量 去年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了 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1至2035 明确18.65亿亩耕地和15.46亿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任务 这个要保持到2035年不变 我们在接下来的审核审批省市县三级国土空间规划的过程当中 要将上述这个目标逐级分解下达落实到图班和地块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事情就是要优化布局 今年我们将通过采取更地经济奖程的措施 促使南方的部分省份有序恢复一部分流失的优质更地 这样的话可以有效地遏制北梁南运这种势头进一步加剧 第三件事情就是要落实或者压实责任 那么在更地保护上各级党委政府负有主体责任相关部门负有监管责任 接下来我们将共同签计更地保护责任书 按照中央的要求每年进行考核 那么突破更地红线的要一票否决 从而落实这个党政同责终身追责的要求 那么经过最近这几年的努力 这个更地总量持续减少的势头初步得到遏制 那么连续两年实现了更地净增加 但是这个基础还不是很稳固 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大力度 但是我们相信有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 有各级党委政府的共同努力 有社会各界包括我们媒体界的支持监督 我相信我们十八亿亩耕地红线一定能够守住 这个中国人的饭碗也一定能够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